米食料理千遍万化 新竹县的田辽国小举办了一系列的烹饪课程 让学童发挥巧思 亲手制作米食料理 希望能够增进小朋友对米的认识 小朋友拿着锅铲有模有样 这是新竹县恒生香田辽国小所举办的烹饪课程 为了加深对米食的认知以及重道的辛苦 特别让孩童亲手制作米汉堡和米冰淇淋 让孩子去了解到家里的饭 他不单单 他可以这样子做 这是在农粮在推连 在推广米是最主要的 校方安排专业的烹饪教师 带着小朋友分组进行 透过亲自体验和老师近距离的指导 不仅了解团队精神 也从中体会台湾传统的米食文化 学生透过那个课程 对于整个米食的认知 以及这个稻作成长的历程 有更深刻的了解 让孩子能更珍惜这样的米食文化 他已经米食的这个重要性以外 也对于这个米食的延伸 希望能够带回家里 也让家长知道说 米食的料理其实是很多的 吃着自己做的米汉堡 小朋友露出满意的笑容 这次的米食DIY 也达到了寓教寓乐的教学效果 联邦报林奇伟新竹报道 我真的现在就会喝个水 没阻止 我真的回来 我们尽一